我们画这样的图是代表说 它也没有超过正常的范围之外 如果说你一有 你有数据显示它 跑到它的外面之外 你可以说现在就产生了这个结果 它在正常范围之外 也就是在99.7% 你按理想正常99.7% 应该都在这里面 结果你现在居然跑到外面去 代表你现有的情形 并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那代表什么问题呢 要不然就是人为误差 要不然就是你的流程 你的机器可能有耗损 你的人员的精神态度可能有误差 所以以至于你的结果了 是超出范围之外 就是你必须要把你流程好好去做准备的时候 首先做个调整 去修理你这个流程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control chart 来做它的process control的 那么这个是 这种东西叫什么chart呢 我们把它叫x bar chart 这叫x bar chart 这因为x bar是什么意思 是样本平均数 我们每一次取一个样本 取一个样本 这个样本呢 按理想它的平均值应该落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叫做x bar chart 我们知道母体啊 母体它的分布 常态分布 x bar的分布呢 也是常态 但是它的mu呢 虽然跟母体是一样的 但它的变异数 是母体变异数的1分之1 所以它比较狭窄 母体比较宽 所以它的sigma是 根号n分之sigma x bar的标准差 是母体标准差的根号n分之1 这个我们在上个学习都提过了 发现应该很熟 刚刚我们之所以画出这样的图出来 各位有没有理解到 mu必须要先知道 sigma也必须要知道 所以这个是对母体的平均数而言 母体平均数应该在这边 那你取一个样本点出来 一个样本点应该落在这边 第二个样本点应该落在这边 样本点落在这边 所以你的样本点呢 是落在整个母体的 这样的一个满意的范围之内 但是你现在如果是对x bar而言的话 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呢 你不是只取一个样本点 你是取 取好比说你取n个点 你的n个点呢 同学来看一下927 大家看19字的这个表呢 就告诉我们说 你每一次取一个样本 都取几个 几个observation 取几个点 取五个点 所以你有几个取样 你取几次样 你取20次的样 第一次取样 你取五个 第二次取样 也取五个 每一次都取五个 五个点 当做一个样本 看到没 所以每一次呢 取五个 每次取五个 每一次是会算出一个x bar出来 他们说第一次取样 所取的五个点 算出的样本平均值是多少 3.5065 那最后一次取是取多少 平均值是多少 3.507 所以事实上啊 你看 你现在是取n等于5 那么每一次呢 取五个 五个 五个 每一取五个 你这边做24 每一取五个 你可以得到x bar 第一次取五个的时候 得到x bar的值是多少 3.5065 第二次取五个是多少 然后一直到最后一次 第二十次取x bar的值是多少 3.507 好 这边一共有二十次的取样 每一次呢 我们都取 它的 样本 平均值出来 那么现在呢 由于呢 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 控制 我们事实上呢 母体的平均值 事实上我们一般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公司的平均值 应该是多少 或是你 你突然间去 去做一个检验 你也不知道 它的mu应该是多少 所以此时 我们都拿什么东西 来当做mu的 这个 估值量 我们都拿什么东西 当mu的估值量 我们是不是拿 我们说 mu的估值量 我们都拿什么东西 mu的估值量是 谁 能够得到mu啊 谁的期望 怎么得到mu X8的期望值 是mu的 unbiased estimate 样本 样本 平均数 是mu的 普遍估值量 现在你有 20个样本 平均数 20个样本 平均数 代表你做了 20次实验 每一次 所得到的 平均数 放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这20次的 样本 平均数 我们把20次 的样本 平均数 再求一个 总平均 这代表 样本 平均数的 平均数 它够标准的吧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 这种方式 我们把它叫X8 bar 这个符号 随便理取 X8 bar 我们可以把 X8 bar 当做真正的 mu的估值量 我们可以写到 这个地方 把X8 bar 来当做 mu的 真正的估值量 OK 那就是像 19至4 那个地方 我们算是一个 X8 bar 出来 那么X8 bar 就才当做 这个了 这个地方 用X8 bar 来当 估值量 来当做 mu的估值量 那 这个东西 是当做 X8 bar 来看啊 X8 bar 的标准差 是多少 是根号 n分之 sigma 所以事实上呢 这边 我们所用的 upper control limit 跟low control limit 稍微做一下 修改 所以 所以 做这样的 调整 之所以 我们这样做 各位同学 你看 原先 我们是拿 mu 加减 三倍的sigma 现在拿 X8 bar 加减 三倍的 根号 n分之sigma 请问 这两个东西 有什么差别呢 何使用上面 这个东西 何使用下面 这个东西 用下面这个东西 主要是因为 sigma 这个东西 mu unknown 你会用x bar 来取代 mu mu and known 是吧 那么 假设sigma 是known 假设sigma 是知道 mu如果是知道 那sigma 也知道 这两个东西 都知道的话呢 我们当然用这个 这个东西是 如果你mu 不知道 那你这边 还有一个sigma 也可以用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呢 用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 大部分的情形 都是这样用的 就是大部分 你的mu不知道 然后勉强的 去找一个 阿比说可以找个s 来取代这个sigma 或者用以前的 所做过的一个数据 可以来表现出 sigma 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 sigma不知道的时候 各位同学 你看看 如果sigma 也unknone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做 control chart呢 除了你可以去用 以前所做的东西 去估计它之外呢 我们大部分呢 用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叫做 可以看一下 19-7 928月 他用一个东西 叫做 P2分之R bar estimate of sigma 我们把它叫 sigma hat 也就是你要去估计 这个sigma的时候 你拿一个sigma hat sigma戴帽子的 sigma的无偏估次量 sigma无偏估次量 长什么样子呢 就长这个样子 D2分之R bar 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D2 D2是某一个系数 是由美国的 统计学会所发展出来的 一种 一种手册 让他们的工业用的 在工业上头呢 他们可以查一些表 可以发现D2等于多少 总之它是一个系数 那R bar呢 就是R的平均值 同学我们知道R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以前讲过 各位同学 这边是 X bar的值 大家看同样一个表里头 每一次五个数据 五个数据 是不是有个最大值 也有个最小值 最大值减最小值 是不是一个range 所以最大值减最小值 得到range 各位同学看一下 927页上方 19之2的那个表 最右边有一个sample range 那个range呢 我们说 第一个sample里头的 最大值减最小值 是多少 各位同学 你减减看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大值是不是 3.5144 去减最小值是多少 3.5009 所以 第一次抽样的时候 最大值减最小值 0.0135 就是它的range 所以第一次取样的range 0.0135 第二次取样的range 是多少 0.0368 这个0.0368 怎么算的呢 一样的 最大值减最小值 每一次都得到一个range 最后 第二十笔资料的range 是多少 0.0259 range是什么意思 range跟sigma有什么关系 我们以前有没有说过 说如果你不知道 某一个流程 或是某一些母体 它的sigma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sigma 等于多少的时候 什么是sigma的无偏估测量 有一个很好的 很实用的 一个无偏估测量 估测sigma的 那个是什么 以前跟各位讲过 四分之 range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工业界上头 实物界上头常用的 就你如果不知道sigma 等于多少 你就把最大值减最小值 得到的range 的四分之一 这个四分之一的值 往往是sigma 一个相当好的 估测量 现在同样这个概念 你去拿range 每一次的range 每一次的range 你把它相加总 然后去除以20 你会得到一个 所谓的r bar 所以它不只拿 单独一次的range 当range 它拿20次的range 的平均值 来当作r bar 对不对 除以什么 这个d2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什么 想象那个4 四分之一的range 是sigma的无偏估测量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d2 扮演的角色 就像四分之一的range 一样的这种概念 只是呢 它这边更精准一点 我们说四分之一 可能就是一个估测 可以说是一个约略的说法 比较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d2分之r bar 那d2是等于多少呢 同学你看 这边呢 翻过头来看 928页 19之3的这个table呢 它就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要建立一个r bar chart 或是待会我们要讲的r control chart 现在control chart有好几种 现在我们先讲x bar chart x bar chart呢 它的d2啊 可以从这表里头查出来 只要你给我你的sample 每一次的n是多少 你的样本数是多少 你每一次取样本取多少 然后呢 好比说像我们这边 每一次取样是不是取 五个 所以你的d2应该是多少 从这表可以看得出来吗 193这个表 你的d2是多少 是不是2.326 这个表没办法 这个表是他们经过很多的经验法则呢 所推出来的 经验法则加数学试制 加一些统计理论 加一些深广的 别的一种理论所推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d2分之r 就是sigma的估设量 一个好的估设量 OK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同学你看 我们如果拿 d2分之r bar 来当做无偏估设量 来当做sigma的估设量的话 这个式子会等于什么 等于x bar bar 加减3倍 乘上d2分之r bar 除以根号n 会变这样的式子 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啊 当做x bar bar 加减3倍的这个东西 那来看这个3倍的东西 又把它变化 东西来看19至8 好 这个东西看一下 然后把r bar 把它single out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剩下的东西是d2 乘以根号n分之3 它宁可把3 埋在这里头 给它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叫a 哦 还不只是a 叫a2 因为你这边是d2 所以叫a2 因为 这个地方比较mess一点呢 它的东西是属于 比较实物性的 很多的经验法则 在这里头 没有很精准的数学的 推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只要记得 所谓的19是8 最后我们用x8 bar来加减a2 乘了r bar 这个a2呢 我们再查表一下 a2也可以查 刚刚19是3的那个表 我们查出来a2是多少啊 0.577 所以你看看 所以这个试试变成什么 变成x8 bar加减0.577 乘上r bar r bar是多少啊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50 那20笔资料的r 通通把它相加 然后呢 去除以20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r range的 这个range的平均值是多少 0.0253 很好 0.0253怎么来的 0.0253 0.0253就是 同学你看 这边刚刚所算出来的 20笔的range 相加除以20 换句话是r1加r2 交到r20 除以20 所得到的结果 0.0253 这样来的 这么多的麻烦 其目的 就是为了克服 因为你的mu 跟sigma都unknone 由于你的muunknone 你要先算出x8 20笔x8的平均值 叫x8 当作mu的 固测量 由于你sigma不知道 你必须要先找出 range 的平均值 除以d2 来当作sigma的 无平固测量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跟根号n 做结合 产生一种新的值出来 叫a2 a2在乘上r8出来 所以最后 你得到的x8的值 这加减 这个值 x8 我们知道x8是多少 刚刚算出来 x8是多少 3.4 995 好 谢谢 加减这个值 所以 同学你看 你的x8要怎么算呢 你x8呢 就是3.4 995 在这个地方 你的upper control limit 是多少呢 upper control limit 3.4 995 加上 0.577 乘上 0.0253 看一下课本的 描一下 我们看他得的结果是0.0146 所以这一块 这一块的值 0.0146 3.4 995 加上 0.0146 那这一边呢 是 3.4 995 减掉 0.0146 所以你的 你的mu的 估设量 你的上界的估设量 你的下界的估设量 三个数据都知道了 你这个画出的 你的control chart出来 现在你画出的control chart是 呃 大家看一下 929页 3.4995 加上 0.0146 加出来多少 这地方是 3.514 然后下方这边是多少 3.485 好 谢谢 那中间这边是 3.4995 上方 下方 你的upper limit 跟lower limit 通通有了 你就可以建构出 这三条线出来 然后再来呢 同学要留意 你今天之所以 拿到这三条线 是因为你动用 那20笔资料 每一笔资料 都是5次的观察值 所算出来的 X bar 所算出来的 R bar 然后经过那些数据 所换出来的 这三个 三个零件子出来 你要检验的就是 过去这20笔资料 当中 有哪一次 超出这个水准的 有没有 要检验这个东西 很简单 就只好把这20笔资料 重新把它标回去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看 19次的这个table 这个table 这个table每一次 做无比资料 无比资料 无比资料 每一次的无比 是不是都得到 可以得到一个 R bar出来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 把这20个R bar 把它放回去 第一次的R bar 是不是3.5065 各位同学 3.5065在哪边 3.506是不是在这边 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多少 3.5026 那是不是 各位比照一下 看19次7这个图 19次7的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它发觉 把20次的X bar 都表在这个图里头 你发觉 它是不是20次 完全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基本上呢 它是20次的 这样的一个 在一个生产的过程 每一次的 的取样 都代表 让它每一次 就是每一次 很可能是隔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做一次 一个礼拜做一次 也很可能每天做一次 也很可能是 四个小时做一次 也很可能一个小时做一次 看你所需要的精度到什么地步 所画出来的这样的 control chart 让我们知道说呢 哦 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20次的过程 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过程 基本上呢 是在control那边 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 以后你要做 x bar control chart的话 就是这样做的 很多时候 是我们的mu不知道 sigma也不知道 这是常态 怎么去 透过这个 基本的法则 这个基本法则是 既然是常态分布 我们可以假设 它是常态分布 那么 样本够大 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 x bar 可以当做常态分布 所以x bar是常态分布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基本法则呢 去描写 x bar按理想 应该范围 在这个x bar bar 加减三倍的 根号n分之sigma的范围 之内才对 那这个根本的法则 是从我们上个学习呢 我们说x bar的 分布 它也是常态分布 mu 是 跟原来母体用的mu 是同样的mu 那你这个mu 既然不知道 我就拿 我有好多的x bar 的平均式来当做mu 可以吧 那就是x bar bar了 当做mu的固测量 三倍的根号n分之sigma sigma又不知道 我要拿b2分之r bar 来当做它的固测量 从这边所推出来的结果 得到这样的一个control chart 这个control chart 是control谁用的 control x bar用的 所以这种control chart 叫x bar control chart 简称叫x bar chart 为什么不取什么 三个 三倍的sigma 为什么 因为99.7% 因为我们希望 在正常的情况下 是常态分布 常态分布 绝大部分 99.7%的话 应该在哪边 应该在三倍的sigma 范围之内 如果你取四倍的sigma的话 是不是更大 四倍的sigma更大呢 代表说 保证你 百分之百都在范围之内 是不是 但是这样又不符合统计的一些原则 所以才取三倍的sigma 它保证99.7%已经过了 因为事实上 99.7% 换句话说 只有百分之多少 不在范围零内 这百分之零点三 不在范围之内 那你要知道 control chart的概念 其实又有什么样的概念 各位同学 这个范围是什么范围 好说 以某一个东西为中间值 上下各加一个值 形成一个什么 区间 所以这是一个区间 这是区间 估测的概念 我们希望区间的长度 越什么越好 越小越好 我们不希望它越大 你放四倍的 你放五倍的 那没有什么意思 全部都在安全范围之内 如果你放很大 通通都没有问题 通通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 我们取三个 三个保证99.7% 可以了 两个 两个的话又太窄了 两个是多少 两个是95 你有5%的可能性发生错误的话 这个标准对工业界太高 你只有0.3%的可能性发生错误 That's okay That's acceptable 5% 代表说 你超过这个范围 假设你放两个 放两个应该在这边 你放两个 有5%的可能性 超过在这里面 超过这边 是不是超过5% 是不是超过这个范围 超过这个范围 5% 你超过 超过这条线 你就认为它有问题 超过这个东西 你就认为它有问题 而事实上 在这里头 有没有问题 对于三个Sigma 正常的包门之内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由于设的太严格 以至于呢 你会发生什么错误 把OK的 把它当做是 No good 这是No good 而事实上它是OK 这就是什么样的错误 刑警的错误 第几类的错误 行义错误 是不是 拒绝一个 不应该拒绝的东西 所以你发生 行义错误的距离会很高 这样知道吗 所以经过这样的考量 所以我们才设定它 三倍的Sigma 99.7% 那即使99.7%的话 有没有可能 也发生行义错误 也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呢 你有0.3%的可能性 发生行义错误 因为你在 分布的范围之内 你是有可能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可是超过 三个Sigma以外的话 你就认为它是No good 一样在100%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有 你有0.3%的几率 是跑到三个Sigma以外 跑到三个Sigma以外 你就说它 不属于这个分布吗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19.3%这个Table 你看这个Table 它也没有D1 也没有A1 就只有D2 D3 还有A2跟D3 还有D4 有没有D1 有没有D5 有没有D2 都没有 它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规定 它事实上 你看它底下 那些比较小的字 它是从美国 某一个工业界的一个Manual 这个Manual是 For Presentation on Data and Control Chart Analysis 是这个Association所 发展出来的一个Control Chart 的一些系数 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恐怕要问一下 他们才比较了解 工业界呢 才是最终的 我们发展出这些评管方法 应用的范围 应用的目标 同学你们在管理学界 所学的这东西呢 终究呢 是要用到哪边 管理学界跟工学院 所用的这些东西 其实呢 都是 工学院就是管理上头 产业界一头 用在制造过程当中 用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 所要用的一些标准理论 管理学界用到什么东西 用在工业界所的管理上面 所以工学跟管理学院 其实都是 最终都要用在什么东西上面 都要跟产业一定要相连结 所以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是用在产业管理上面 所以产业界啊 如果没有管理界 跟没有工业界 来作为它学理的依据的话 它就只能够 瞎子一样在磨像一样 磨到什么算什么 但是呢 我们管理学界呢 了解我们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产业做服务的话 就如同工学院 要为产业做服务的话 同学就要了解 你们在管理学院所学的东西 最终都是要走向产业界 要为产业界解决问题 那如果要在产业界 要解决问题的话 最终你一定在 实业界一头 产业界一头 找一份工作 那找一份工作呢 到底产业界一头 做什么事 你看看它用的表 就是这样的表 它把东西换成一个 非常实用的东西 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 早一点到业界去实习 这对你们是好的 你们现在是大二对不对 大二的暑假有机会啊 很快的到哪一个公司去上 上个暑假的实习的课 做两个月 看是哪一家 你就可以学到各式各样的东西 好 以上所谈的东西啊 是这个X bar的control chart 另外我们谈一个叫R chart 现在看一下叫range的chart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呢 对于range也能够得到一个control 大家知道range跟sigma跟标准差 是属于同样的一种概念的 你不希望range太大 你也不希望range太小 是吧 那你要range要加以管控 那range的管控呢 大家看一下 19之9那个式子 它是拿什么 它是range的平均值 加上range的标准差 这是range的平均值 加上range应有的标准差 range应有的标准差 是用什么东西估设它 用19之9刚刚所讲的 用range的平均值 除以D2的平均值 各位同学 这个像什么 这是不是刚刚谈过了 R8除以D2 这是谁的估设量 sigma的估设量 对不对 sigma估设量 前面成像D3 这个就变成是 谁的估设量啊 range的标准差的估设量 原来 这个东西啊 当做它的估设量 加减 这个就是变成它的R的control chart 它的upper跟control 跟low的control limit 那么各位同学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啊 会变成什么 由于你有个R8 R8 你R8可以提出来 它变成R8 R8加减三倍的标准差 R8加减三倍的标准差 各位看一下 十九十十一九百三十页 它的control limit呢 一个是 R8加 一个是R8减 那么它又把呢 十九十十一那个 1加 还有1减 三倍的D2分之D3 分别把它叫做D3和D4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变成什么 这个变成R8 乘上什么 加 加的时候叫什么 D3 这个是upper control limit 然后 加叫D4 那一个lower control limit lower control limit是R8乘上D3 所以显然啊 你这边是R8 上面这个东西是R8乘上D4 它的下方的control limit叫R8乘上D3 形成了两个上下界 R8乘D4 D4是什么 D4是 1加 三倍的 那 R8乘D3 D3是1减掉三倍的那个东西 那减称就是 19是14跟19是15那个东西 upper control limit 是R8乘上D4 low control limit是R8乘上D3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好了 现在刚刚以19是3 那个table来看的话 啊 我们找出现在是N等于5 N等于5的D3是多少 D3是0 D4是多少 2.14 所以这边是2.14乘上R8 R8是多少 刚刚R8是不是0.0253 这是0.0253乘上2.14 所以这个结果是多少 0.053 是上界 那这边D3是不是0 是不是0 那你的Range bar是多少 所以同学你看这个例子的 看 计算出来我们发觉 你的Range的范围应该在 Lower是在0 上面是0.053 然后中间是0.053 就开始呢 把那个Range呢 画出来 然后看一下 那Range画出来的 每一次 5笔资料 每一次5笔资料 画出来那个Range呢 按照我们先前19-2 在927页 那个Table里头的Range 在最右边那一行里头 第一笔Range的平均值 是不是 不是平均 第一笔Range的值是0.0135 第二笔Range的值是0.0368 等等一共有20笔资料 把每一笔Range的值 把它标在19-8那个图里头 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第一笔资料是0.0135 所以你看0.0135 在最左下角那个地方 在19-8那个图里头 形成这样一个Range的控制图 这个Range的控制图 跟翻过来929页的那个X-Bar的控制图 各位比照看看 一个是X-Bar的Control Charge 一个是Range的Control Charge 那么你只要把Range的Upper Control Limit Lower Control Limit 以及X-Bar的Upper Control Limit Lower Control Limit 这三条线通通找出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形成一个控制图 然后开始去掌控 去了解看你生产过程当中 你的X-Bar有没有超过范围之外 你的Range有没有超过范围之外 这种Control的技术啊 就叫做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种Control Charge 可是它在工业界上非常实用的 那这个是Shuhar 一个美国的一个土地学 他所发明出来的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后来到日本去呢 被日本人的这个重用 有一个品管大师叫戴明 你们可能都听过戴明 戴明这个管理大师啊 他不走这些统计品管的路线 事实上他有品质管理的一些哲学 后来他被日本重用 日本人的国家的品质奖 就叫戴明奖 我们台湾的奖呢 叫做磐石奖 美国的品管的奖叫什么 叫Macomb-Bodrich的奖 日本的奖叫做戴明奖 那么他把这些统计的概念呢 转换成为管理品质管理上的一些哲学 它发展出14点 品管的14点管理原则 你们在图书馆或在Google上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把这些品管的概念用在日本 所以促成日本的80年代90年代 后来一波的这些管理的品管上的新的一个运动 形成了日本管理学界的一个高潮 那么这些统计的品管的control chart的概念呢 先讲到这边 一个是X bar的control chart 一个是R range的control chart 那么我们剩下还有两个小的 一个叫P chart 叫控制percentage P是percentage 那么NP chart N乘以P是什么 样本数乘上百分比是什么东西 样本里头的某一些个数 看一共多少个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所以NP在谈个数 P在谈百分比 这两个谈完以后呢 那么很快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19章的第二节 就是在谈acceptance something